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团结协作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纪念钱正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王沪宁出席 今年以来 中国航天取得多项突破 创新推动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 全国夏梁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500亿斤左右 强降雨持续影响南方多地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俄罗斯方面称 莫斯科市及其附近地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媒体报道称 俄军对乌克兰苏美市进行无人机袭击 土耳其和埃及宣布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号下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 并发表题为 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团结协作 实现更大发展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十年前 面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我提出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十年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 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 上海合作组织走在时代前列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我们秉承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优良传统 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 成为各自发展振兴道路上可信赖的伙伴 我们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共同守护地区和平和安宁 我们秉持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 促进各国经济协同联动发展 我们传承睦邻友好精神 坚持文明平等互建 对话包容 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 和谐共生 我们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 构建其对话不对抗 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壮大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团结还是分裂 和平还是冲突 合作还是对抗 再次成为时代之问 我的回答是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追求 和平 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不可阻挡 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团结协作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第一 把牢正确方向 增进团结互信 事实证明 只要我们胸怀大局 担起责任使命 排除各种干扰 就能够维护好 实现好各成员国安全和发展利益 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 倡导以对话消弭分歧 以合作超越竞争 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坚定支持彼此实现发展振兴 从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 独立自主制定对外政策 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 维护地区和平 保障共同安全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 推动政治解决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助劳地区安全屏障 要提升本组织安全合作水平 严厉打击东突等三股势力 毒品走私 网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拓展数据安全 生物安全 外空安全等 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继续发挥 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 推动阿富汗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第三 聚焦务实合作 加快经济复苏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制裁 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锻炼 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各国人民 欢迎各方参加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 铺得更宽更远 中方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 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 第四 加强交流互建 促进民心相通 中方欢迎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要继续深化教育 科技文化 卫生 体育 媒体等领域合作 未来三年 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提供 10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 和3000个汉语桥下令营名额 邀请100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参加科研交流 第五 践行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 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 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 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我们愿意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最后强调 大道不孤 重行致远 上海合作组织 顺应当今时代潮流 契合人类进步方向 一定能够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不断发展壮大 与会领导人积极评价上海合作组织发展 取得的显著成就 欢迎伊朗正式加入上河大家庭 期待白俄罗斯尽快完成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程序 各方表示 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壮大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为深化木林友好 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 促进地区和世界持久和平与稳定 推动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成为相互信任 平等对话 互利合作的典范 应当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 增进相互理解与协作 推进地区经济合作 反对意识形态对抗 反对分裂和歧视 加强地区互联互通和大通道建设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深化经贸 金融 能源 科技 环保 数字经济 人文等领域合作 携手应对粮食 能源危机 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 助劳地区安全屏障 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支持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 加强全球治理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新德里宣言 共同发表 关于打击极端化合作的声明 关于数字化转型领域合作的声明 批准关于给予伊朗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 关于签署白俄罗斯 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备忘录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 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决议 会议决定 由哈萨克斯坦接任 2023至2024年度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 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印度总理莫迪 主持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俄罗斯总统普京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 观察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伊朗总统莱希 蒙古国总统乌日勒苏赫 主席国客人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 执委会主任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 蔡奇 王毅等参加会议 今年钱正英同志诞辰100周年 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座谈会 并在会前会见了钱正英同志亲属 钱正英同志 是我国水利和电力战线的极出领导人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主持座谈会并讲话 缅怀了钱正英同志光辉的一生 强调 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钱正英同志 一生对党赤胆忠心的政治品格 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蒙东峰出席座谈会 空间站迎新成组 北斗导航天新兴 一箭多星破纪录 今年上半年 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到25次 成功率百分之百 创历史同期新高 以创新为推动 中国航天正朝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 稳步前行 在中国空间站 神舟16号乘组载轨工作已经超过一个月 中国空间站应用于发展阶段工作正有序展开 上半年 在中国载人航天完成的两次发射任务中 神舟16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上百项器件更改 和可靠性提升等验证工作 飞船变得更加智能 天舟6号货运飞船也进行了升级 密宏舱的扩大20%的容积 装载量相当于提高了1.2吨 后续我们主要就是发射这种改进型的飞船 今年上半年 我国发射通信 摇杆 导航等各类卫星超百颗 6月7号 我国最大固体火箭 力箭1号成功发射一箭26星 创造了我国一箭多星发射的新记录 短短8天后 长征2号丁火箭将41颗卫星送入太空 再次刷新一箭多星发射记录 我国一箭多星发射的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了提高发射效率 还有一个经济性 一箭多星肯定会成为常态 常态化的高密度发射 出现越来越多商业航天的身影 三百年 快舟 古神星 双驱线 天龙2号等运载火箭 相继成功发射 商业卫星天目1号 吉林1号等星座建设出具规模 目前 我国商业航天载轨卫星数量 已经超过350颗 商业航天在上半年 形成了这种井喷式的发展的态势 创新的速度更快 应用的场景更全 未来商业航天在运载和卫星 两个方向上 都有很广泛的发展空间 创新也在推动一批 重大航天项目加速推进 上半年 亚洲最大推力液体火箭试车台 交付使用 载人登月火箭主力发动机 完成超长试车 新一代载人飞船 月面着陆器 登月符等飞行产品 全面启动研制 下半年 我国还将发射 神舟17号载人飞船 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 风云3号06卫星等 多种航天器 今年 中国航天的发射次数 将接近70次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 全国下粮收购进入旺季 各地多做并举优化服务 科技助力优良优储 截至目前 全国下粮主产区 累计收购小麦500亿斤左右 已完成 预计旺季收购量的四成以上 目前小麦市场较为活跃 价格稳中有涨 南方早到收储 也做好了相应准备 针对连日来的持续高温 各地精心组织收购 优化服务 探索推广预约收购 帮助农民科学储粮 有序受粮 在安徽邦部顾镇县 当地收储企业 开足马力加班加点 全力做好下粮收购 所有粮库的屋顶和墙体 都加入了30公分厚的隔热棉 仓库里全部安装了通风龙管道 保证粮食底部时刻保持通风 确保粮食在仓储期的安全和品质 并贴心地为卖粮农户 设置了服务台 免费提供纯净水毛巾 和防暑常用药品 卖粮 卖了粮厂 是一块二毛二 一万二千多斤小美 服务可以 也有水 卖粮也方便 为了保证优粮优储 今年各地全面推广应用 智能粮情系统 四川 陕西 安徽等地粮库 完成数字化改造后 在中央测控室内 就可以实时掌握 舱内温度 湿度 以及重情等实时粮情数据 此外 为切实维护重粮农民利益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 各地严格执法监管 严肃查处 压集压价 转圈粮 打白条等违法违规行为 确保粮食收购市场秩序 平稳有序 在安徽前山的一个小镇 小小的刷子 每年能带来一百多亿元的产值 散布村镇的小产业 是如何发展成行业规模 国内第一的特色产业集群 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走进安徽前山圆坛镇的 刷业产业园 这里能看到各种高精尖的刷子 这把刷子 每平方厘米的刷毛密度 有三万根 主要用于液晶显示玻璃基板制造 这款主要用于大飞机和军工领域 它能够赖到一千三十多岁高温 填补了行业空白 以前进口的价格它三十万 我们现在国产能够做到十万 一把刷子能卖十万块 这是张富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刚建厂时 企业生产最普通的扫地刷 一个只能卖出三块钱 那个时候当地的刷业制造 以小作坊小工厂为主 品类单一附加值低下 近年来政府通过搭建 孵化 科创 投融资等服务平台 引导中小企业 进驻标准化园区 走专精特新极具发展的道路 搬进园区后 张富厚开始引入专业化的生产模式 组建实验室加大创新 为了突破小镇本地创新资源 有限的瓶颈 当地政府与国内高等院校合作 在省外建立了七个研发飞地 累计申报各项产品专利185项 同时每年设立2000万元刷业发展基金 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这两天 这家企业正在建设新的数字化厂房 一边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 一边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这两年 政府在当地设立了跨境数字电商产业园 建起全省唯一一家 落户在乡镇的公用型保税仓库 但是你坐在家里面 你订单不能上门 我们商会还有政府联手 组织企业走出去 来接到更多的订单 2020年以来 元潭镇刷业跨境电商出口 年均增长43% 截至目前突破1亿美元 产品出口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2年 前山市实现刷业产值105.6亿元 培育出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和35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一把小刷子带动了全镇一半的人口就业 影响南方多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 相关各方积极应对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从昨天到今天 重庆 四川 贵州 湖北等地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 今天重庆发布三条河流的洪水黄色预警 即将2023年第一号洪水于今天上午11时形成 即将流行城区密切监测水晶雨情 及时启动应急举措 在重庆 万州 特大暴雨导致多处公路出现断道 当地紧急调动机器设备清除障碍 针对重庆严重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 今天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指导和协助地方 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等救灾工作 在广东 广州汕头等地 持续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 当地政府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抓紧抽牌积水 国家防总于7月3号13时 针对安徽 山东 河南 湖北 重庆 四川 陕西等省市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部署相关地区 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 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三天在冷空气推动下 雨带将会难压 降雨将主要集中在 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 雨势较前两天有所减弱 东北地区也将迎来明显降雨 部分地区还会办有强对流活动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 聚焦人民群众 在办理公正中的极难筹判难题 司法部梳理公正证明材料清单 删减证明材料116项 公正机构能够通过主动核查 或通过政务信息 资源共享方式获取的证明材料 不再让当事人提供 同时指导各地 落实价格减免政策 降低群众办证成本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 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应急体系 已建成40支国家级医疗应急队伍 建成省市县三级医疗应急队伍 共计6500多支 十四五末 国家医疗应急队伍将由40支增加到60至70支 7月3号至7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推出节能环保 智能制造 信息技术 央企国企四个线上招聘专场 共有3.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 招聘需求超46.6万人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 中国公共招聘网 中国国家人才网等网站 进行报名参与 今天 粤港澳大湾区 首列中级乌国际公铁联运班列 在广州国际港发车 班列以铁路运输方式 到达新疆喀什后 转公路出境 途经吉尔吉斯斯坦 最终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该班列相较传统路线 可节约5天时间 一至6月 中欧班列长安号 共开行2619列 较去年同期增长46.2% 运送货物总重249.3万吨 较去年同期增长64.1% 截至目前 中欧班列长安号中亚方向 已实现常态化开行 班列国际干线已达17条 覆盖亚欧大陆45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上半年昆明海关监管厌放中老铁路进出口货运量达214.6万吨 同比增长194.4% 中老铁路黄金线路通宽便捷 国际货运规模化的优势日益显现 区域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位于晋猛交界的黄河中游水利工程 万家寨水利枢纽 今天6点开闸泄水 此次泄水预计将持续42小时 泄水量达到2.3亿立方米 这将有效冲刷黄河中下游河道 达到排沙减淤的效果 中国东盟新兴产业论坛今天在深圳开幕 论坛发布了中国东盟新兴产业论坛倡议 探索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领域开展合作 推动建立中国东盟工业领域部长级对话交流机制 三年内为东盟培养1000名数字人才 暑假期间吉林推出涵盖文化 乡村 体育 美食 时尚等领域的 400多项文旅活动 重点打造以生态体验为主题的 避暑油 民族风情油 边境乡村油 沿边多个城市推出专项避暑活动 推出多元化体验的乡村精品旅游路线 带动乡村123产融合发展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称 莫斯科市及其附近地区 今天遭到乌克兰五架无人机袭击 这些无人机均被拦截 莫斯科福努科沃国际机场一度限制飞机起降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今天谴责乌方袭击俄民用设施 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乌克兰苏梅市市长荡天称 此前一天 俄军对苏梅市进行无人机袭击 造成三人死亡 二十亿人受伤 国际人士指出 美西方持续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做法 只会使冲突不断延长加剧 美西方间接参与到俄乌之间的冲突中 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等各种支持 这样的做法是在延长冲突 使冲突进一步加剧 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案不是提供武器 据英国金融时报三号报道 欧盟正考虑允许俄罗斯农业银行 通过子公司以间接方式 重新接入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 从而推动延长将在本月18号到期的 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 协议继续延长的希望不是很大 土耳其和埃及外交部4号宣布 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并已分别任命驻对方国家大使 2013年埃及与土耳其关系开始恶化 两国下调了外交关系级别 另据伊拉克媒体3号报道 埃及与伊朗两国代表团计划近期在伊拉克会面 讨论恢复设立两国间外交代表机构 自1979年伊朗宣布与埃及断交至今 两国仅互设立代表处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3号表示 为保证市场平衡 俄罗斯决定将于8月对全球市场削减 50万桶石油日出口量 沙特阿拉伯3号也宣布 将每天额外自愿减产100万桶石油的行动 延长至8月底 旨在与主要产油国一道 努力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稳定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3号在拉姆安拉 召开8领导层紧急会议后决定 停止同以色列方面的所有接触和会晤 以及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 以抗议当天早些时候 以色列军队袭击约旦和西安捷宁地区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数据 以军此次行动 已造成至少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约100人受伤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3号表示 在瑞典停止支持库尔德工人党 等土方认定的恐怖组织之前 土耳其反对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 不会改变 瑞典去年5月提交加入北约申请 申请需要得到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批准 目前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匈牙利 未正式批准瑞典的申请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之46 连续第8个月下滑 跌至三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 6月美国有11个行业的经济活动出现萎缩 其中塑料和橡胶制品 木材制品和纺织品行业状况最不乐观 法国企业联合会3号表示 据初步估计 法国连日来的骚乱 导致法国损失约10亿欧元 约合78.91亿元人民币 全法超过200个商议实体遭洗劫 300家银行网点被烧毁 巴黎公共交通系统也损失严重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3号称 自骚乱发生以来 共有约3200人被捕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3号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4人死亡 两名未成年人受伤 警方称目前有两人被捕 警方还缴获了一些枪系 枪击事件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